焦麻雞的所有食材 辣子油2大匙 乌醋2大匙 醬油3大匙 糖1 2大匙 花椒粉2小匙 芝麻香油2小匙 攪拌均勻成 焦麻醬汁 高丽菜洗净后切成细丝 彩色甜椒切成细条状 香菜切细碎状 去骨鸡腿肉洗净擦干水分 在肉厚的部位轻化几刀 撒上少许的盐和黑胡椒粉 稍加抹匀使其入味 使用中小火热锅 将鸡腿排下锅 煎鸡腿排不需放半滴油 鸡皮会释出多余油脂 将鸡皮煎至金黄香酥 将鸡腿排翻面 盖上锅盖让鸡腿排更快熟 焖煮约2分钟 开盖后煎至香酥即可熄火 将香酥的鸡腿排切块 高丽菜丝铺底 放上彩色甜椒 切块的鸡腿排 撒上香菜 少许辣椒末 淋上特调的椒麻酱汁 撒上花生碎就完成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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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